团结才能成功 耕耘才会收获 开创才有未来 2023年4月28、29日 后裔时代 传统文化迎向未来 东协十国文化论坛 首次在新加坡举行 由一贯道总会主办 新加坡崇德文教研习会承办 台湾、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汶来、越南、辽国、柬埔寨、缅甸共同协办 总会荣誉理事长韩老典传师、王理事长、各组线领导、典传师、讲师、继十国发表人员、与会学者、教授专家、二百多位齐聚一堂 贤恩浩荡、施德无边 前人辈们毕露蓝旅 提金斩棘 从大陆到台湾 从台湾到世界各地 一群群白羊修饰 坚持开创 拥抱改变 结伴成群 飞越蓝天 爱心无国界 疫情见真情 共为提升道场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的理想而努力 不同的国度、语言、文化风俗 却有着相同的道风与鼎盛的道气 精彩而感人的分享 从学术理论与推动道物实作的融合 进行了深度的对话 同时借组线交流、参访、联谊 在后裔时代中 彰显了道场对于各国文化、慈善、教育 与社会安定的实力展现 在照荣耀、虚传归幻 同学代表我们发育从德新加坡道场 从德文教会 欢迎大家丽临新加坡 这次也感谢一贯道总会 能够给我们新加坡 从德文教会 来学习承办 这次的东学十国的论堂 阳光普照 汇聚了大能量 一早Park Royal酒店广场 迎来了热情的与会人员 各国身着道场服装 依序入场后 全场热烈公营总会 会计贵宾入场 开场歌曲 白杨时代 开创精神二首歌 唱出白杨道场希望 与开创历程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第一次举办的东协十国论坛会 我们台湾所有的代表团请起立 台湾代表团 越是苦乐的地方 都一定看到我们道场的声音 全世界在最需要的地方都看到我们的道群 这真的很不简单 给我们自己道场掌声果的印象 这一切归功于我们道的宗旨 因为我们恩师当初接掌祖命以后 他老人家定立的真正的一贯道是什么 事实我们是中华传统优良文化 看我们的道德宗旨就可以了解了 近年一贯道在各国的发展 我们中华如学文化 借由此途径传播 其中以东协十国的发展 最为新盛 能有如此的状况 此次将近年的发展 作为一次具体的报告和会集 也感谢承办单位 关于从德新加坡全体道场典团师 讲师的全力协助 我们总共有19个组 在马来西亚开放 你看那个地图就可以看到 多数是在沿海 比较多华人的地方 你看到的大道场 一部分多数是数以 我们宝光建德 还有这个发育从德的道场 泰国的佛堂一厢多祖宪 一镇多佛堂 可以说在七千间以上 那每年渠道人数 大概有二十万人左右 就是把传统文化 也就是中华文化 融合当地的泰国 是佛教的文化 呈现出文化再造的景象 就是我们道场堂讲的 一道同风的这个理念 我们学校呢 是一个技术学校 我们所办的是 泰国立案的这个专科 总共五年级的这个 建教合作学校 那我们所秉持的就是 全人教育 以道为尊 所塑造出来的这个人格品性 一定要为第一 所以呢 我们目前已经有三十几家 在泰国的这个建教合作厂商 跟我们配合 因为看上我们学校的学生 素质各方面都跟别人不一样 有哪些不一样 我们的学校 你看看 我们学校就把佛堂 安在我们的学校礼堂上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拥有17508个岛屿 一贯道在印尼 已经传播29个省 共74个城市 并且成立了22个基金会 迄今全印尼有339间公共佛堂 1371间家庭佛堂 谈主讲师 7784位 道清人数约有126万人 一贯道在印尼推广 优良中华传统文化 设立儿童读经班 成人的华文班 并且宣讲四书 道德经等 作为印尼华人的文化补给站 印尼一贯道长期的努力 已经获得官方的肯定 谢谢大家 道武红站 欢迎各位大千千道印尼 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 这个大大小小 但是当然最大的就是李宋岛 在我们道场 现在有幸亏有 我们的小天使学界 把这个中华文化 介绍到华侨每个国家去 这个在学校服务阵 办议诊 也是我们 办得非常成功 出钱出力 所以这30年里面 一贯道在越南 已经传播了超过50多个省份 在越南 大概有4300多处的公坛 7500多处的家坛 200多万的稻青 所以过去的30年里面 我们一贯道在越南 都做了很多社区的资源服务 帮助很多很多的道青 一系列的很慈善活动 国家级跟省级的政府 给我们的一贯道总会的 这个奖章 现在呢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一贯道主线 来到辽国来传道 这一贯道呢 已经在辽国呢 帮助了很多人 带给辽国呢 这个繁荣 吸毒者呢 他们求道之后 经过道场的教化呢 已经把这次吸毒的坏习惯改掉了 他们变成一个对父母非常孝顺的孩子 也是对他们的邻居都非常的友善 我们希望呢 在不久的将来呢 老挝将会有一贯道 由于这个军政国家的关系 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因素 还有政局不是很稳定 在我们传道方面 还是要战战兢兢 当地的一个道路发展 我们还是遵循着 台湾道场重得的一个体制 我们在本地缅甸也培育人才 停班不停学 没有回来到佛堂上课 可是要透过视讯的一个教育 偏远的上去 一个大树上 就绑着一支可以上网的手机 下面绑了一个扩音器 就让这样当地道去视讯上课 希望能够借我这次东学十国的论坛交流会 让一贯道看到缅甸 也让世界看到一贯道 所以从泰国一直到辽国 这一条线实际上 这个风土民情都差不多 因为都是佛教国家 一贯道理事会所属的这200多间佛堂 几乎是减粉在24个省份都有了 那我们今年应当到屋 应当也会超过一万人 就是花一重的而已 道物已经不是只有年轻人 我们慢慢的已经扩展到社会了 就是这十个国家的道清超过三千万人 所以应该讲前辈们功德无量 所以也希望各位今后 对我们一贯道 好好的多加一点的用心体悟 才了解他的正规 今天我们在这里真的要感谢各位热心的参与 也需要充满我们主办单位 也要感谢他们的用心 我们希望有一次就有二就有三 我们今后再来努力 也希望大家都给我们鼓励 省份会马总干事的奔波 然后这个联系安排得很好 或许代表我们一贯道总会 我们感谢我们新加坡 从德单位还有天国建德单位 还有我们宁颖化新书院各单位的帮忙 来铺陈这一次的论坛的圆满成功 我们说道宏万国九州 绝对不是突然 更也不是偶然 它是一个必然 因为随着时光岁月 它是必然会红展的 从台湾到世界各国不到50年 从山东到世界各国不到100年 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亚于世界宗教的发展 总会的领导带动 还有让我们有服务承办的 这个新加坡道场 在此谢谢 我们在这两天的活动 我们从德是新加坡从德 单位如果有不圆满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指导 多多指教 第二天闭幕式 各国人员身着富有特色的国服 展现了修办在地的深耕文化 丰沛的道气 温暖的笑容 自信与美感 大家互相欣赏赞美 会场犹如一个小型的联合国 总会为感谢本次承办单位 即各国语会代表 大家全力以赴 精心设计 筹备论坛 各项工作的议程 特别颁赠纪念礼物 与感谢状 并相约下一次的论坛聚会 因为相见 更理解 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因为分享 更珍惜修办的好时光 让我们携手向前闯 永续道传 共创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